你觉得你最想要实现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希望我们TGM在新的一年里可以飞黄虹达大展工作 出道以后的练习时间跟练习生时期有什么不同吗 空闲之于喜欢做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出道了嘛 因为觉得跟练习的时候没有差特别多 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去练习室做一些日常的练习唱歌和跳舞 因为我觉得出道之后是更需要维持好自己身体的状态 然后要面对每次舞台 你之前参加了超新星传言会的跳高项目 跳到了1.5米 这个成果自己满意吗 哎呀 其实说实话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因为没有学过嘛 在比赛之前我只跳过两次 练习的那一次呢 我只跳到1米3 然后我以为我跳得很高 然后后来之后去到现场发现很多人像马不迁的嘛 都可以跳到1米5 1米6 我当时就傻眼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彩排嘛 早上的时候我就轻轻试了一下 哎我也跳到了1米 我觉得已经没有遗憾了 如果明年我再去的话 我要拿棍去吧 你在运动会有没有交到新朋友是谁 有啊就像我们班天晨还有辣姐 还有跳高的时候认识了马不迁嘛 就大家很厉害 对 平时发微博会拍多少张自拍存起来放的 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喜欢自拍的人 但是如果拍的话一般拍个要10张左右 然后最后选出来就1张到2张 那会偷偷去网上看粉丝给你的饭拍吗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自己拍自己的时候也觉得没有那么帅 但是一看到微博 然后时时刷到自己也好 觉得粉丝拍头拍的真的好帅 又觉得因为照片里的人是不做自己 对就觉得真的很帅 就拍的真的很好 你觉得粉丝给你印象最深的微博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们每天就会在下面一篇会讲 啊你姐好帅啊 姐姐好帅啊 怎么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知道 就不用这么说 不用这么说 不用开玩笑了 开玩笑 印象最深的话应该是 有一次他们在给我评论嘛 他们说永远也追赶不上我的脚步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 然后后来我听我们工作人员给我解释 就是说我可能在机场或者是出一些活动的时候 走路非常快 因为我是一个走路非常快的人 就可能跟以前练功也有关之类的 你一次性可以翻多少个跟头 28个对 那个时候是功力最强的时候 最近你觉得对什么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最近在看一些 就警匪片之类的 而且现在我对表演特别有兴趣 如果有导演 可以就跟我可以有合作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影视圈里最欣赏的男女艺人是谁 有一部剧叫汉长 男主角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艺人 就是李光杰老师 对 然后女艺人的话 我喜欢的是 江淑莹老师 分享一个秘密给粉丝听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 我现在在这里偷偷地告诉你们 让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这秘密是 就我一切没有什么秘密 也不能说秘密了 就我为你们准备了很多惊喜 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 希望你们会慢慢发现 对 最后 有没有想对陈阳们说的话 对陈阳们的粉丝都想说什么呢 成员们 对 然后今天就非常感谢 他们都有到现场来看我 因为今天路地号不在 因为他有活动 很遗憾 但是 我29号还有一天 你跑不了 对 然后我的五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然后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可以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每天开开心心 越来越帅 对 然后希望我们的糖果 也可以每天越来越美丽 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TAMRAN 对 我是TAMRAN的姜金佐 我去信息 我去信息 优优独播剧 我去信息 我去信息 我今知能懂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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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好棒